遊營高架機 五機編隊以大宴隊形 低空掠過典禮台 為國慶大會解開序幕 中華民國國一百一十三歲生智 表演節目也充滿中華民國元素 韓國預院長當國慶酬委會主委 今年特別邀請三位高齡九十歲的 古寧頭老將領唱國歌 在國慶這天已非凡 天音直升機也吊瓜俱服國旗進場 震撼全場 三軍越一隊一入場便展現 國軍磅礡氣勢 從整形化一的動作步伐 到角度準確的精湛操槍 不斷展現國軍緊實戰力 而北英寧願一隊一進場也 展現充沛青春活力 中華激進啦啦隊透過完成各種 高難度演員動作 展現團隊十足默契 但最吸睛的還是首次登上 國慶大會的中華職榜啦啦隊 樂球團辣妹啦啦隊員們 依序帶來球團演員曲 由衛泉龍隊的Dragonbeauties 用Keep Fighting 帶來開場 各球團正妹啦啦隊員們 一次排開配合節奏 扭牙擺臀 不只舞技抄襲精 性感魅力也大爆棚 發現場氣氛炒到最高點 持續發光發熱 國慶展演固定班底線 直步快返聯 也以慢車編隊騎士磅礡 通過觀禮台壹壯觀陣容 升職人心 而巴黎奧運和帕運的英雄們 也依序進場 和國人一起為中華民國慶聲 最後雷虎機隊 展現慘焉沖場 為國慶大會劃下完美句點 記得希望入序國好 SN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